大家好,我是税后收入研究员 大陆用户做YouTube 最困难的两点 第一个,通过YPP计划 YPP计划有两个门槛 第一个是达到1000粉丝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 这个不限时间 第二个的话,在12个月内 你的作品播放总时长达到4000个小时 达到这两个门槛之后 才是人工审核 这个审核比较严格 最好都是原创作品 这样通过的概率比较大 因为YouTube是人工审核 所以你搬运或者有侵权的视频 被拒绝之后 无法正常的开通收益 之前的付出就全部白费了 第二个难点是 大陆用户收谷歌Adsense 给你的真实地址发送的频信 上个视频 我把最难的这两点分享给了大家 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可以找到链接 直接观看 今天讲Adsense给你邮寄频信 等你收到这封频信之后 将六位数的PIN码 输到Adsense后台之后 你就可以正常接收YouTube的视频收益 就可以正常的赚美金了 首先说一下 YouTube和Adsense是同一家公司的 两个不同的部门 在YouTube上 你的视频收益是这样计算的 比如说 我找YouTube 1000美金投放一个月的广告 那么好 YouTube作为一个中间商 他拿走45% 也就是450美金 你呢 你拿55% 也就是550美金 当你一个月的视频收益在550美金 到下个月 到下个月1到10号左右 谷歌呢 会审核你的视频流量 有没有无效播放 有没有恶意点击 如果没有 那么他会将这550美金 打款到Adsense平台 一般情况下 是在11号到16号 在Adsense后台 你可以看到你上个月在YouTube的广告收益 然后21号到26号左右 给你的银行卡直接打款 当然 Adsense打款呢 有一定的成本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21号到25号给你银行打款 必须达到100美金 如果不能达到100美金 那就累积到下个月 或者直到100美金 才会给你打款到银行卡 如果你每个月先麻烦 也可以在Adsense设置一下 半年收益一次打款 或者累积 或者一年打款一次给你 Adsense是在21号到26号 给你的银行卡打款 那么你就必须在这个日期之前 将你的银行卡信息填入到Adsense后台里 如果你不贴写银行卡信息 那你的视频收益 会累积在Adsense平台 直到你贴写正确的银行卡信息 如何选择银行卡 我推翻我之前的结论 上个视频我推荐大家 使用中国银行收款收美金 但是3月26号 收到2月份半个视频的收益 185美金 中国银行不仅需要提供美金收入合法证明 还直接扣了我10美金左右的手续费 所以我咨询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聊天记录 这是我群里另一位小伙伴和我的聊天记录 它是使用招商银行接收的Adsense的打款 5万美金以下没有任何提供资料 结会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文件 就直接落到你的卡里了 也没有手续费 这里说一下我的经验 我当时有一张招商银行的接级卡 但是开户行是没有接收外汇的资质的 所以我跑到我们城市招商银行的分行 就是最大的那个点 把我这张招商银行的接级卡的开户行 换到了最大的城市的分行 这样呢就可以正常的接收招商银行的外汇了 那么下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四点 如何在Adsense后台 填写招商银行接级卡的国际信息 这里有两个渠道啊 你可以和银行的服务人员 要他们的国际收款资料 也可以在官网上查到 这里呢我以官网查询的信息给大家演示 来到谷歌Adsense后台 选择收款信息 收款账号选择YouTube中国 我这里已经添加了中国银行的卡 和招商银行的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填写这些付款信息 打开招商银行的官网 选择客服 个人银行业务 输入境外 输入境外汇入 客服呢给了回馈了 境内依卡通 无论您的卡是哪个城市开户的 都统一使用总行的信息 点击这里查看总行接收境外汇款的路径 OK这里显示出来了 然后咱们对应到Adsense 收款人ID可选咱就不用填它 收款人上的姓名 比如说你是张三 张空格三 如果你是李小二 李空格小二 全部是大写 然后银行银行名称的话 就 这收款行 复制 Ctrl加C 三天 SWIFTBIC 这里有 复制一下 账号的话 就输入你个人的银行卡号 输入两遍 中转行的话 输入中转银行 发送 客服问 请问是什么币种呢 选择美元 发送 OK 客服把中转行的信息发过来了 银行名称复制一下 转天过来 这个SWIFT 复制一下 转天过来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收款信息 就填写完了 到26号就能接收到你在油管的收入了 下一期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给银行提供证明 证明咱们的美元收入是合法的 还有如何将收到的美金转换成人民币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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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